阿根廷球星梅西 结束20多年旅欧生涯 加入美国职业足球 最近首度在洛杉矶出赛 掀起梅西热潮 吸引满座球迷 世界足球超级巨星 梅西加入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一个多月以来 在美国各地掀起热潮 球迷抢看梅西票价水涨船高 今天在洛杉矶这场比赛 最便宜的门票 也要新台币2万元起跳 啊, it's a dream come true that's the truth that's the only reason why I'm here is to watch him play dream since I was a kid so it's just going to be unreal to see him so yeah so he's going to change it for everyone and make it a bigger sport and br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play for us and it's just going to make U.S. soccer blow up so I'm so excited for it once in a lifetime to see him play and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right now 梅西出赛票价飙涨 洛杉矶足球俱乐部 在主场迎战麦阿密队 被媒体称作是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票价 最贵的一场比赛 观众席上大批粉丝 都是为梅西而来 但对于主场球迷来说 赢球更重要 这个游戏是为LJFC的重要 因为我们是冠军 我们是第一名在联盟里 我并不在乎梅西 我们并不在乎梅西 他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他很有才能 但他并不在乎梅西 而梅亚米现在是梅西 所以没有梅亚米 足球在美国的人气 不如美式足球 棒球 篮球和冰球等运动 但随着梅西这个超级巨星加入 炒热了美国职业足球 大联盟的人气 惊人票价 更是媲美美式足球超级杯 中央设计的林鸿汉 洛杉矶报道